祝孟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最近正式接牌运作并举办国庆酒会 活动由驻印度代表葛宝轩 和驻孟买办事处处长张军与共同主持 印度与台湾各界共约100人参加 今天是我们台印度双面关系发展上 很重要的一天 我们在孟买成立我们在印度的第三个馆 也就是驻孟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新的办事处的成立 能够有效的服务印度西部的各个州 无论说在双边的各经贸教育文化 以及我们对台桥台商的服务 都能够更进一步的扩展 希望透过驻孟买办事处的设立 我们能够与驻印度代表处 和驻亲爱办事处做更多的合作 共同吸走推动台印关系的向上提升 驻孟买办事处是继心得理亲耐后 台湾在印度设立的第三个据点 成为台湾连结吸引的重要管道 台湾现在在印度有三个据点 数量与中国相当 外交部长林嘉隆在预录祝贺影片中强调 驻孟买办事处不但展现台湾 对推动台印关系的承诺 也是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体现 他期许两国在经贸 投资 文化 教育等层面的关系 与交流持续成长 中央设计的李静伟 孟买报导 如果您转到台湾 ک下去 正式进行